Good morning Jesus 今天大家也很早 可以让我们一起来看 欧北基第32节第十节 对这样我说 你们就要听我的话 我也要听明白我的意见 因为这出欧北山的好朋友 没有人可以随后欧北 有主席可以回答 每一家书 我们都想要跟别人说 应该怎么来做的人是愚弄的 别人说他哪儿会听 他就马上说 你就要吃什么最好 有人说他的孩子没听话 他就发表到关卡的孩子的方法 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没有整个人真的想要知道你的意见 他们就是来问你 而这不就是想对你的嘴中听到 他们想要听的而已 过问就是当有人问的时候 我们这么说 但是我们常常要对方意见 人们没有问 甚至没有听 我们也是要给他们意见 通常要对方听 对方如果没听 我们就想去 想要有控制的人的心态 是出于一种没安全感的感觉 是一个的众人压水的档档 所以上帝 上使用到我们没办法面对的环境 还是要让我们领导的亲人 遇到我们的学习 Lega and Lego 让自己可以听到心灵的意地 所有的关系 的这个男人就像手中的手 你如果试会遇到手感 日常会与 работ 领导的手 我们都要尽量 不应该去台并说 我们应该要在这里尽量 对于我们管理先听别人说话 先学习尽量 所以亲爱兄弟姊妹 过问若无用嘴 只能处理过问 所以我们来好好听 变成免费在后 有地区来回答 你愿意吗 我们来祈祷 TV兄弟我感谢你 通过到100期 也让我们可以看到 人质观的中心 很重要的听和尊重 让你的人承转到我们 先让我们看自己 尽心自己 并且知道要如何来听 对方真正所需要的 你和我们有地区来做应对 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理的人 感谢你 向亚祖基督圣名祈祷 阿们 请来在今晚 愿上的声音师 给你和你的一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